据环球网3月9日援引俄媒报道 印度传统医学部 国务部长施利帕德·耐克 于当地时间8日表示 印度共有超过4.28万名士兵感染新冠病毒 耐克当天在给印度议会上院的一份说灭声明中表示 印度陆军中 新冠阳性病例已达32,690例 目前死亡率为0.24% 耐克还表示 印度空军和海军分别报告 6554例和3604例新冠确诊病例 且死亡率分别为0.39%和0.05% 另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 截至北京时间3月9日1时28分 印度累积新冠确诊病例达到1124万例 累积死亡病例超16万例 印度成为全球累积新冠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 仅次于美国 并且近期印度疫情出现明显反弹趋势 2021年2月 印度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机构 全印医学科学研究所主任 古雷利亚表示 在印度各地发现了多达240种 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型变种 需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并且其中一些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型变种 可能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甚至更具危险性 某些毒株具有免疫逃避机制 一些已经具备抗体或已接种疫苗的人 有可能再次感染 但是此时印媒却纷纷吹嘘 印度推出的新冠疫苗拯救了世界 由印度网友讽刺批评说 是啊 它仅仅造福世界 除了印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